大家好,我是娜娜 我现在是在北京五环外的石井山 石井山的北新安 以前呢,这确实人们所说的大农村 零几年的时候我记得这边还有菜地呢 但是带大家看看现在拆迁了之后是什么样啊 以前这里可以说是最大的这个平方区啊 它的西边就是手钢 带大家看看回迁了之后是什么样 这是小区里边啊 小区里边绿化还挺好的 看绿化面积挺大的 这是回迁房 这边拆迁是原地回迁 每个小区都集中在了这边好几个小区 看看这绿化 小区里边绿化面积挺大 而且挺好的绿油油的看起来比较舒服 这儿的房子 看来是这样的房子 这种外观也挺漂亮的 但是这个回迁房的质量肯定跟商品房的质量不太一样 我感觉是分单元的 几单元几单元 一栋楼都是两到三个单元 还没有 这儿以前是北西安的菜地 然后回迁了之后 拆迁了之后这边盖了回迁房 小区里边也挺干净的 然后进门是刷脸 也比较安全啊 私密性比较好 那边还有没交房的 这边它那个 在这儿的那个商品房 去年好像是卖七万九到八万出头吧 这个是商品房啊 这边回迁房 也估计得到了那个六千万块钱 回迁房肯定没有商品房 价格高 但是这个地段好啊 有地铁一号线 苹果园站嘛 还有十一号线在首缸 它这边 西边就是首缸啊 它这个 现在有地铁一号线 S1 地铁十一号线 离苹果园交通枢纽也不远 大家看 这边这个拆迁完了之后呀 每家都分了三次套房 都算少的 我们一个朋友家 人家分家的一块 就得有七八套房了 因为 它是 它就这儿的 本村的村民 然后也嫁 嫁的老公也是本村的 这两家 两家家 等于是娘家和婆婆家 两家家一块 分了好几套房 七八套房 哎呀 千万 快赶上一个上市公司了 这儿以前 这个村啊 以前农民比较多 这一拆迁完了之后 摇顺一变 都是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的 谁家的好几套房 看看 这儿的房子 这样呢 挺漂亮的吧 这边小区也是 这边叫丁香院 这个小区里边 绿化跟那个小区一样 这边逛一个地下车库 都二十多万 这就是人们说的 不起眼的 以前的农村 以前这儿真的是农村 零几年的时候 还腐蚀路边上 那边还种地呢 这一拆迁 都上楼了 日子好过了 也都变 变富翁了 家家都好几套房子 这光吃房租 也吃不清的呀 所以说 这个现在北京 什么五环外呀 以前的大农村呀 比二环礼都强 二环礼都基本都窝居 在那个十多平的小房里边 你看人家这儿 农民 家家都分好几套 这房子都 七十多平的 九十多平的 一百一十平的 好几套房子 那边就是古城了 地理位置还挺好的 北京的 能赶上一个拆迁 能赶上一次拆迁呀 好几代人赶上一次拆迁 但是只要您赶上一次 这样拆迁 分上几套房的话 几代人就不用愤怒了 要靠自己买房的话 这北京的房价这么高 有多少个能买得起的呢 现在北京这个房价啊 它不论在哪 只要你交通方便 房价就不便宜 谁能想到 以前这边还有菜地 全都是平房 拆迁了之后 房价这么高 商品房八万左右 这回签房 卖的话 也是在六七万左右 这可以说是农民呀 比二环里的那些居民们 还要幸福啊 好多二环里的呀 都窝居在十多平的房子里边 看看这农民住的又宽敞 房子有多好呀 房子有多好呀 服务啊 宽敬 宽敬 写港